今天各地天气是纷纷转为 犹豫的天气形态 那紧接着会不会一路影响到 端午廉价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吉娃斯 好的 主播 大家午安 昨天在东叉岛附近发展成的 热带性低气 持续朝着东北方的方向移动 在今天上午已经移入了高平一带 也造成今天全台各地 都有明显降雨的情形 尤其是南部地区 屏东县各乡镇 持续都有好大雨发生的可能 而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湾沿海空旺地区 以及离岛也会有强震风的情形 特别是南宇地区 在今天早上强震风的等级 也来到12级了 提醒观众朋友 不要轻忽了这波天气系统 外出行动务必要注意安全 而从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台湾不仅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 滞流封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仍然存在 因此中央接测局就表示了 到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廉价 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相当不稳定的 甚至到了至于到了礼拜二 到下礼拜四这期间 封面会持续的往北移动 但是仍然会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会为中南部地区带来南方水气 各地还是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的情形 而详细的温度 而今天的雨势会怎么下呢 我们来看到不仅是高平地区的雨势 有可能会出现豪大雨等级 另外也包括像是宜兰县 以及台东县都有可能出现豪雨的情形 那么到了晚间我们可以看到雨势 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紧接着我们看到详细的温度资讯 原本北部地区都还对明显降雨相当的无感 但是到了昨天下半天之后 终于出现降雨的迹象 而温度也会随着降雨稍微向下降了一些 今天的高温只剩下28度 那么到了端午节之后 雨是逐渐缓和了 高温才会慢慢回升到34、35度 至于中部地区高温普遍来看 都还是有30度以上 但是仍然要提醒持续受到滞流封面 以及心南气流的影响 山区容易会有强降雨的机会 气温感受上也会稍微的凉爽一些 再来我们看到南部地区 普遍来看仍然是会有30度以上的高温 但是由于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影响 南部地区会有好大雨的情形出现 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要出入 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东半部地区 虽然高温只有29、30度 但是接下来一周还是会有降雨的情形出现 那么温度的感受上是否还会再往下降一些 请各位持续的关注天气资讯了 最后我们整体来说 因为今天受到整个西南气流 以及滞流封面 还有热带性气压的影响 各地天气状况是相当的不稳定 也会持续的下雨下到端午节 那么到了下个礼拜二之后 雨是逐渐缓和 各地的天气又将会恢复成相对稳定的天气形态 气温也会有可能回升起来